國內疫情很嚴峻 針對超市 超商跟百貨 還有賣場 現在要加強了三大管制措施 尤其是在臺北市這裡 針對的菜市場 各大賣場 在週末以及國定假日 要採取身份證單雙號的強制分流政策 就在今天上路了 臺北市民採賣前 務必要注意攜帶證件 週六就只有身份證尾數雙號 二四六八零的人可以入店採賣 至於週日的話 則是您的身份證尾數單號 一三五七九的民眾可以買 希望可以控制人流來減少群聚 那如果說不符合規定的話 這民眾最高可能會被開罰 一萬五千塊錢